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這個叫做OBS 我都把它稱作叫做虛擬攝影盆 虛擬攝影盆 那各位呢 您剛剛已經加入我們就是 OneNote的研習 這個群組裡面 你進來了之後啊 您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有先幫大家準備 就是一進來就是在訊息這邊 訊息這裡 那這裡呢 有幫大家準備一個即時互動的提問 你可以用手機也可以 你可以在電腦上也可以 好就是說如果你在我們研習的過程裡面 你覺得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又不好意思 舉手 沒關係你就在這裡講 你如果是電腦上你就點這個就直接進去了 那手機你就找QR Code 這樣比較快 所以呢 進來這邊點進去 這樣進來這裡有中文 你有任何問題就在這邊 提問 待會呢 他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我不好意思成為第一個 我把第1的機會留給你 你就 有需要就點下去你就給在這邊提問 OK 這是 比較方便的 那這邊主要就是文字式的 文字式的 一個方式 那麼往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到底OBS 我都拿來做什麼 首先第一個你看到的 這個是 我們在那個就業博覽會 所以 我們就到現場 當動物 換別人來看動物 現場表演這樣子 就是 在現場就像你看到的 我後面 我有把立幕架起來 我們就在那邊上課 那別人來看 順便做體驗 那剛剛呢 有些同學比較慢來 就沒有看到我們 摸滑絮 沒關係 我用兩年前的我 介紹一下給你看 你就知道我剛剛在幹嘛 這樣 你知道我後面這個架子在幹嘛 剛剛沒看到這一段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我早一點來 組裝一下 好吧 好 然後呢 裝好了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軟體會裝一下 因為各位知道現在網紅很多嘛 但是你要知道 要變網紅現在不難 這樣就好了 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隨時 把你的 環境馬上就變成 你知道為什麼他後面的男生會不見吧 因為他怎麼樣 他穿的是什麼顏色的 有沒有藍色的 對不對 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在這裡 有沒有也是藍色的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他不見了 這樣了解了 好 那我們再往下 那除了這個以外啊 其實 像學校也都會推摩克斯嘛 像我們這個也有剛剛看外面 有四場 我們其中一場 那其實 我會當初會選用他 也是因為 就是覺得說 很多學校老師 要錄摩克斯 都覺得有點遲疑 為什麼 因為會覺得說 要不要 像這樣露臉 對不對 那甚至你要去 借用學校的這個虛擬攝盆 還不是你OK就好 是不是還要 就是很多人 幫你服務 要不要完成 包括了剪接啊 或後製 這些 那這個對 很多老師來說 就會覺得比較麻煩 因為平常 公務繁瑪 又來這一段 他就可能要花更多時間 那另外呢 OBS除了錄影外 也可以做直播 所以我會把它用在什麼 直播的部分 比如說像 這裡 像在這邊 擺當 從台中到台東 很抱歉我查過沒辦法 一天來回 所以我們就用直播的 用直播的 所以 他們呢 在電視上看我 我在看著他們 他們像這樣 看著我 直播呢 這個有點挑戰的是 這個是交物聯網 所以有一些 那種電子零件接線 就像隔壁教室這樣 所以呢 現場還是要老師幫忙 畢竟我遠端 我手伸不到那裡 只能幫他們看 這樣子 那再來呢 在大禮堂也可以玩 我又可以玩更多 你看我把兩個弄起來 那兩個弄起來呢 我就可以 玩 哈利波特的 遊戲啦 有沒有看到隱形斗痕 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椅子有沒有 也有這個 我蓋起來 它就不見了 對吧 反正視覺上看得到就好了 OK 那另外呢 像這個 我再把Line也加進來 如果說您真的要做所謂的直播的 直播的 那各位應該有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什麼 在這個YouTube上 或Facebook上 請問 你在直播 或看別人直播的時候 會不會有 Delay的現象 會喔 以YouTube來講 它大概 Delay30秒 Facebook也有 所以說 你看到 畫面的時候 聽到聲音的時候 其實已經 跟現場過了30秒 所以很多他們都會開什麼 開這個 就是那個叫做 文字的 對不對 那其實 遠距的 我也可以把Line的部分加進來 因為Line裡面我們有過什麼 群組通訊嘛 對啊 群組 視訊 你就可以像這樣 加到我們OPS裡面來 所以你看 現在很多同學 都喜歡有動物的嘛 有沒有 他就自己 把那畫面加進來 然後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遠距 去做即時的上課也OK啊 這樣也是可以 好那另外這個是在 速德科大 那邊 速德的 那麼 像這個 記得 左右顛倒而已 等一下你會注意到 另外呢 前幾週 我在林東 因為學校校慶嘛 所以我剛剛鼓勵同學 參加校慶活動 所以老師就用 YouTube直播 上課 同學沒來參加了 自己回家看 直播可以 自己回家看嘛 他就把你錄下來了 這樣 有沒有發現可以玩很多 好所以其實可以玩的東西還真的蠻多的 好真的蠻多的 那 下面這個新制度沒有關係 有看沒看都還好 好那 我們的軟體呢 你可以從這裡下載 OBS有提供安裝板也有免安裝板 那當然Mac也有 另外一個我們利用這個 Eddie Planner來做影片的剪接 因為OBS本身 並沒有提供剪接的功能 他只有錄影跟直播的功能 所以 他 主要呢 是有即時藍綠幕去備 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錄影就比較方便 但是他後面的後製那一段是沒有的 所以我就找這個 數位教材製作軟體 這也是 免費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呢 來 幫我們做影片的剪輯 那這個軟體不難 為什麼 因為各位呢 都學過Power對不對 所以他介面就跟Power一樣 你很快就上手 OK 那 你除了從那裡呢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在右手邊 OneNote的右手邊 我們今天上課也都會錄影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雲端硬碟的連結影片 在這邊超連結 那你也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上面會有很多這方面的教學 另外如果你要再看更完整的 因為OBS的部分我把它整理在一個Google的協助平台上 那所有你可能使用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你就可以到這邊來查一查 檔案的部分在下面也有 你也可以從這裡連結過去 這樣對我們今天要上的有沒有比較有一點概念呢 好那待會呢 你如果想進到我的部落格你點過去 我上面會介紹蠻多的 介紹蠻多的 那最近我只有介紹一個雙字幕的 這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其實效果還不錯 你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在下面這邊 我會介紹蠻多的 那左手邊這裡 就有我整理的 剛剛講的OBS虛擬攝影棚的 這些資料 你從這邊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 關於 您在使用 OBS 可能會遇到問題的 我整理在這邊 那我去哪邊 研習的 應用的 研習的 這邊都有 您都可以從這邊找到 這樣你的資源就比較多 最後 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這邊看到 我有兩個YouTube頻道 可以接受老師是YouTuber嗎 不要這樣子嘛 老師也是可以加入你們的陣容啊 只是我兩個都有達到雲地的標準而已 那所以呢 您點進來 點進來這是我其中一個啦 那我經營方式比較不一樣就是我是用 播放清單的 也就是我把我去哪邊上課的 放在上面 所以待會呢 你會看到像這樣子 我們的錄影 也會像這樣子 就是會把 標題 下清楚 那您有 問題的 其實以後 你想要複習的話 你就直接在線上看 那每一段跟我們錄摩克斯一樣 我們每一段會盡量 錄摩克斯會在5到15分鐘 以內 影片 長度不會超 盡量會減少 不會超過這個 因為這樣的話呢 大家 想要看的意願會比較高一點 這樣OK 好